76歲河伯與年輕於30歲的河泰因在東張西網上 公開與5名子女反目增產的故事成為異話 雖然事件已經發生接近2個月 但依然成為異話 河泰連日來再直播多次被網民檢舉而中斷 不過河泰依然落此不疲地開直播 試過語出驚人大爆龜房市的河泰 今次再因曬一樣貼身物品引起網民關注 曾經表示會做直播大貨的河泰 連日來的直播因被檢舉而暫停 河泰唯有返回粉絲群 有網民問他什麼因天天被舉報 河泰說被惡勢力搞的 不過河泰未有死心依然很勤力地開直播 曾經再直播了小貝心河泰 近日又再出新照 有網上再群組河北河北老婆關注組上 封傳河泰再接播上曬黑色內褲 有網民留言 我以為是背大 裝得下個小朋友 我以為是背囊 兩個衣架掛一條底褲 我一個衣架掛四 五條 河北河泰各自領航離商離開預所 河泰曾聲稱與河北去維修 但其後有網民發現河北和河泰已經返港 不過行徑相當低調 不單選擇在深夜返港 甚至有自他門行後門出入御所 直到今早27日 有網民直擊河北和河泰各自拿一個行李箱 匆匆離開兒子位於屯門的御所 當時頭戴白色母的河泰穿上白色鐵襲外加黑色背心裙 腳上穿有白色襪和黑色口底鞋 有人形容為逃難 還有人說 嚴重懷疑他特意每日穿同一條裙 等人認出他 他真是穿得很特別 這兩人日日都穿同一件衣服 豪家夥玩到全港都知道 何泰清非常樂意接受嚴格調查 另一方面 對於房屋局局長何永賢接受星島環球網訪問 表示因何生何泰的個案變得娛樂化而不宜多加討論 但每當發現濫用公屋的懷疑個案 房屋處線用資源份組都會開立檔案 就所知的資料 如電視上或網上的資料作出嚴肅跟進 有網民在何泰的粉絲群留言 何泰回應說 我都非常樂意接受嚴格去調查 到時候可以證明我是清白 想想都開心 謝謝大家對我的關心